在胖达人事件之后呢 很多特别是爱吃面包的民众开始关心 自己吃的面包到底是不是天然的 是不是健康的 很多民众为了健康呢 会选择全麦吐司 我们印象中的全麦吐司呢 它是咖啡色的 那么上面有一点一点的深色颗粒 觉得这样子蛮天然的 不过其实错了 真家解释呢 天然的全麦面粉 它是淡淡的米白色 所以浅色的全麦面粉 怎么可能做出咖啡色的全麦吐司 你猜对了 这里面有添加物也有色素 面包店刚出炉的全麦吐司 外观呈现咖啡色 上面还有一点一点 大小不一的深色颗粒 但这真的是纯全麦吗 全麦的面粉会浆 小麦内的 它会很重色 全麦面粉的颜色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 这个吐司怎么会做起来 比它还要金黄 手工天然面包师傅提出质疑 因为天然的全麦面粉 是淡淡的米白色 颗粒也很细致 就算经过烘烤也不会变成咖啡色的全麦 它这个就是比较偏那种咖啡色 就是金黄的咖啡色 这闻起来又加一点点像咖啡酱的那种感觉 那这种就是比较像是有添加的 实际比较两款全麦吐司 不但颜色深浅差很多 深色的全麦吐司 颗粒也比较大 但这可不是代表全麦加的多 而是添加了麦夫混抽 这两个都是比较细的 它的那个黑色点点 那我们这个它就很明显深黑一粒一粒一粒 就是比较像是就是只有添加敷皮 该怎么分辨纯的全麦吐司呢 面包师傅说颜色比较深 呈现亮咖啡色的就是加了咖啡色素 如果吐司明显有咖啡色扁平状的颗粒物 可能就是加了敷皮做的假全麦面包 纯全麦跟敷皮的成本价差将近一倍 但大多数的消费者都被蒙在鼓里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这个 为什么 比较好吃啊 香味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香 印象中的全麦面包好像也都是一点一点 然后颜色也都是偏比较深 其实一般人印象中的全麦 无论是外观或是口感 都是偏向有添加物的 不想买到掺了色素跟买敷的全麦面包 下回选购前记得先看赞文 挑纯全麦 颜色越浅颗粒越细致 才是真的纯麦面包 追求留情黄培鱼 告知不到 resistance 不要 op 什么 时间 ziel